各位頂戰會平安,我是梁牧師 今天由我領大家祈禱 大家應該都聽過 會點教會已經成立了一個 事工領袖學院 開始為教會和神的國度 訓練、服侍的領袖 我們頭兩課 就會在九月和十月 分別開班 會由超秀超牧師和李業基牧師 分別去教授 我們需要為這個學院的成立 和繼續運作去祈禱 親愛主,我們感謝你 雖然我們是微小的 在地上只有一群微不足道的信徒 但你沒有嫌棄我們 讓我們機會參與天國和地上教會的拓展 我們今天為到會點教會成立的 事工領袖學院祈禱 求主使用學院 在未來的日子 為會點和其他教會 培育更多的宿令領袖 我們祈禱你加力給負責的李業基牧師 知道他除了木區的繁忙事工 還要協助學院的運作和教授 求主給他有健康的身體 充沛的靈命 安排好的時間去完成這個事命 為即將招收學員祈禱 求主感動有呼召和有心智 成為領袖的會點教會 和其他教會的弟兄姐妹 願意報名收讀課程 並且有耐心和毅力去完成學習 我們為頭兩課9月和10月份開班 分別由焦牧師和李牧師教授 求主給他們的空間預備 給他們的口才宣講 給他們的能力去教導 以及給他們的愛心去關心學生的需要 最後求主預備會點信之後的會中門 努力完成會裡的基礎培訓 以至更多人預備好接受這個事工領袖的裝備 我們祷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一個基督教基督的信仰是有一天所有信徒都會復活 得到一個新的身體 這個新的身體跟我們今天的不一樣 不是一個血肉之軀 也不是一個會壞的身體 在新天新地當中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 所謂新不只是新天新地開始那一日是新的 新是所有事情的永遠狀態 新天新地裡面的永遠都是力久上身 永遠是保鮮的 當時的主流希臘哲學認為物質是邪惡的 有些那麼多信徒覺得復活的道理很難接受 根據希臘哲學死亡就使得身體得到解脫 使得靈魂進到一個有形無質的完美世界當中 有些基督徒就想像有形無質的靈魂才是最純潔的 所以他們以為死後只有靈魂是沒有身體 但是主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上 就並非有靈魂體 他有一個不同的可以穿牆入室 隨時消失的身體 但是他能夠吃渴 悶徒可以摸到他的 他仍然是有一個真實的身體 只不過不是一個血肉的身體 是一個不同的身體 幾個星期前 蘇永睿牧師在聖經講座裡面回答了一個 hypothetical 假設性的問題 你問 如果阿當夏娃姆犯罪是怎樣的呢 蘇牧師引用那麽多前書第十五章認為 如果阿當姆犯罪 他可能不需要身體死亡 就能夠轉化到這個新的身體 其實這個多多少少就是 保羅給這封信的讀者的一個應許 主耶穌基督隨時可以再回來的 你可能未嘗死亡 身體就會轉化到這個新的狀態 聖經告訴我們 在這個末世的當中 天災人禍只會是越來越更加頻繁的 所以當我們在數算我們的日子 我們要承擔我們的大使命 趕快去搶救生命的當中 我們也都明白 其實我們盼望的不是在今生今世當中找到的 而是在這個新天新地 那個溺久上身的身體